这样的照片 这个还是恢复一下默认啊 恢复一下默认 这张照片呢 是这个一张比较类似的吧 只能说 这这原照是这样的啊 原片这样的比较类似 对吧 然后呢 我我现在追追片呢 我也不这个什么了 我也不就是今天演示呢 就不用那个小技巧了 稍微咱们快一点怎么做呢 我把photoshop往这边放一点 然后呢 把它往这拉 把这张图直接打开在这 然后咱们这样去追 先用camera roll 先用camera roll 这camera roll可以 适当的小一点 对吧 把这张图放这 那我们看 都有海都有天 对吧 都有人 当然这人小点啊 人小点 这个都有海都有天的话 海天它偏蓝 那我先调整色温 对吧 这色温 你看是不是直接调整成这样 就就就就这个海跟 反正这个天的颜色 跟这已经差不多了 先进行一个冷色的处理 然后呢 绿色呢 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 但别加太多 加多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 你看你加成这样 你再对比这张 这张你就明显感觉 它的阳红色要多了 对不对 因为你绿多了嘛 阳红就少了 但是你要放到零呢 你要放到零呢 我又感觉这边呢 适当的绿应该多一点点 我就往这边调一点 调一个三四的这样数值就OK了 然后这样的天空呢 颜色就基本差不多了 然后呢 你看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这个颜色 跟它这个颜色 这待会我会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怎么去处理成这种 这个其实也是教过啊 所以这个课程 这一套课程里边应该也讲过 上套课程里边应该也讲过 先对CAMERAL这个曝光 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 把这个阴影的部分提上来 你看它这个照片 阴影的部分 其实是提的应该是比较亮的 所以我也得把阴影的部分 稍微提一点 然后就这样 基本就OK了 对吧 大体的色调基本就OK了 那我再建一个这个 然后再进一层CAMERAL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它的海水好像比我的蓝 那我再单独调整一层海水 海水调整成这种颜色 然后曝光呢 适当的低一点点 海水应该跟它也差 调整差不多的情况下 然后进来以后 加一个蒙板 Ctrl-I反向 然后你可以选择 是吧 把海水擦出来 当然这儿我不精细擦了 我就这么擦一下 你可以选择把海水擦出来 对吧 你看 这一层就是擦的海水嘛 海水蓝一点 天空这样 咱天没细节 天云没细节 你要加云也可以 不加云的话 咱们就先按色调去调 调成这样 其实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为什么还缺最后两步呢 我们先盖印一个涂层 其实之前教过大家一个 我自己弄的那个 小胶片的那个东西 还记得吗 胶片色调 加一层红色的蒙板 不是这个纯色蒙板 然后呢 把它变成一个排除 这块变成一个5到10的数据 比如我弄一个5 或者弄个这个7吧 然后呢 再加一层蓝 不是 加一层绿 加一层这个绿 然后把它变成排除 然后呢 这块再变成7 这个东西之前肯定是讲过的 这两层是一种什么感觉 咱们把它合并图层 还不能合并图层 把它编个组吧 编个组 然后把这俩放进去 我们看 这两个层 咱们看图片 看Footshop这个界面 这两个层的效果 就是这张图片里边 最关键的一个效果 胶片的这种朦胧感 把这个拖走 你看一下 是不是加了一个这个以后 这些地方的颜色也都跟这个样 有点偏红偏绿了 这种感觉 它就是因为这两个图层 纯色排除的这个效果 你看 这个是关键 所以你看这张图做到这样 是不是跟这张图已经很接近了 咱们说色调 不说拍摄的东西 你用追色的技巧 再加上课程里边讲的东西 完全可以解决的 当然大家问 我还是要解答 对吧 我不能说大家问什么 我说你就去看课程里边 都讲过 你想一想 那这答一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然后呢 这张图咱们也这个保存一小线吧 3-1 很简单 都没有课程里边讲的任何一张照片的色调 调整那么复杂 因为这是小清新的一种照片 小清新本来我也说过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咱们再看后面的图 学员的作品 这两张图看一下 对比之前的之后的 之前之后呢 简单的进行了一个处理 色温稍微的高了一点点 然后呢 人这个面部呢 黄色稍微有一点多 因为整个的环境 我有些照片 人物的皮肤也会发黄 但是因为是整个照片的环境 特别的金黄 你要把人类还原成白色 它就不自然了 所以人物皮肤才会偏黄 但是这个照片 我觉得人物皮肤可以适当的 在白一点点 也不能纯白啊 纯白还是跟环境脱离的 然后呢 我要表扬一个事是什么呢 是这个皮肤的处理